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建立和发展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 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西关系发展 愿同费立佩六世国王陛下一道努力 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 巩固政治互信 拓展互利合作 增进民心相亲 共同续写中西友好合作新篇章 费立佩六世表示建交50年来 西中关系发展平稳顺利 各领域合作持续推进 人民有意不断加深 相信两国将以庆祝建交50周年为契机 全面拓展友好交往与务实合作 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 凤凤华卫视综合报道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8号下午出席14届全国人大一四会议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 他在会上强调要努力开创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建设新局面 会上多名代表就国家实验室建设 国防科技工业能力建设等方面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听其代表发言后发表讲话 重点围绕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提出要求 他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关键是要在一体化上下功夫 实现国家战略能力最大化 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加强各领域战略布局一体融合战略资源一体整合战略力量一体运用 系统提升中国应对战略风险维护战略利益 实现战略目的的整体实力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协同创新 建设好管理好运用好国家实验室 距离加强自主创新原始创新 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要加快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 谋取国家发展和国际竞争新优势 要强化国防科技工业 服务强军盛战导向 优化体系布局 创新发展模式 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要加强重大基础设施统筹建设 善于算大账综合账长远账 提高共建共用共享水平 要加快构建大国储备体系 提升国家储备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 习近平强调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必须向改革创新要动力 要坚持问题导向 持续优化体制机制 完善政策制度 更好推进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建设 习近平指出 要弘扬雍正爱民 雍军优属光荣传统 巩固发展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 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 热爱国防 建设国防 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为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为推进强国强军 汇聚强大力量 会前习近平接见出席 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代表 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 十四届一次会议 今天继续举行 那最近消息 我们立刻连线本台驻北京记者霍维伟 维伟中午好 维伟中午好 中午好王峰 杨子 请问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两会关注的一些重点是什么 是的两位 今天对于记者来说的话 采访两会期间可以说是相对比较轻松的一天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的公开日程比较少 今天下午的一个唯一一个公开日程 无论是政协和人大方面 唯一一个公开日程就是 全国政协将会举行一次视频大会 将会由政协委员进行大会的发言 预计涉及到议题可能会涉及到 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民生的方方面面 相关消息我们稍后会做一个持续的关注和跟进 虽然说对记者来说的话 今天是相对比较轻松的一天公开日程少 但是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们今天也是非常繁忙的一天 两会的话已经进入到后半程 今年是换届之年 那么重头戏 重点的重点就是要进行换届选举 今天下午 全国人大方面的话 各个代表团将会举行的是代表团的全体会议 除了水议的相关工作报告之外 还有一项重要的日程 那就是要为10号 也就是明天要举行的 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第三次全体会议做准备 第三次全体会议什么日程呢 那就是要进入到选举程序 选举产生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国家副主席 以及全国人大 14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 副委员长 秘书长 所以说今天下午的各个代表团的全体会议当中 将会酝酿协商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以及国家副主席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副委员长和秘书长的人选 这是在全国人大方面 明天将会有重要的日程 所以今天下午也是做一个准备工作 来看到全国政协方面 也是要为最后的选举做准备 11号全国政协将会闭幕 那么今天下午 除了政协委员举行大会之外 14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的主席团 将举行第三次主席团的全体会议 要确定选举办法 同时也要为最后的选举做准备 包括选举的候选人名单 要做一个准备 包括选举的全国政协主席 副主席 常委会委员以及秘书长 相关消息 我们的参谈团队会带来详细的报道 先把时间交还给香港王丰 好 谢谢维维 您带来详细的报道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把事先转向港区全国人大代表 和港区全国政协委员方面 所以马上连线正在北京现场的 特派记者陈奇办 去了解情况 秦曼中午好 中午好 秦曼 杨子王丰 中午好 嗯 中午好 秦曼对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港区的代表委员们都有哪些见解 而且香港方面 可以在哪些方面进行助力呢 好的 杨子 那么其实连日来呢 无论是全国人大 还是全国政协 都已经举行了多次的小组会议 并且呢 是审议或者讨论了多份的草案 或者报告 那么在会后啊 不少的港区代表委员 都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那么有港区的委员就提出 国家在机构改革方案中 是建议要为科技部受身 这其实呢 是非常有利于科技部之后 可以更好的集中精力 在宏观管理之上 所以呢 也是希望香港能够从中啊 抓住一些机遇 更好的融入国家科技发展大局 那么委员就提到了 内地是具有一个非常庞大的 科技人才的基础 而香港呢 就具有高度的国际化优势 所以相信是可以共同的 将世界第三代互联网的中心 牢牢建立在大湾区内 那除此之外呢 港区的委员还提出了 国家式计划组建 金融监管总局 那么在这一方面呢 香港可以说是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了 尤其是在去年的十月底呢 香港特区政府是发表了 有关虚拟资产在港发展的一个政策宣言 那么其中是指出要以相同业务 相同风险 相同规则为原则 制定监管的框架 那么这一点呢 在全球范围都是比较先进的 所以呢 也是给了全球投资者充足的信心 相信这一方面有关的经验呢 是可以提供给国家借鉴 那么以上就是我在北京的最新观察 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杨子和王峰 好的了解 谢谢其满 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 本届政协新增了环境资源界界别 汇聚了过去 分散在不同界别当中的环境 能源等专业背景委员 用上了他们集体的智慧和力量 来看两会观察 观察这次两会各界别的活动 其中的环境资源界别是首秀 是政协1993年增设经济界别以来 第一次增加新界别 那理解了1993年那个年代 为什么设经济界别 就能够比较容易去理解 为什么时隔30年设环境资源界别 其实政协里面是有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的 但没有拔高设界别 现在是应运而生 高质量发展需要有这个含金量非常高的界别 我们说就算不是一网打尽吧 它也浓缩了中国从事环境资源领域的精英委员 集中力量好办大事 也就是建设新时代生态文明 那观察80多名委员的领域 真的是非常开眼 专业背景就涵盖了自然资源 水利水物 城市规划 海洋林业 地质化学 建筑气象 交通 法学 人口等等 既综合又有细分项 现在不是说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吗 那就离不开资源环境的研究 这个界别可以理解为是为目标配套的 那我们中国人讲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现在是有80多个诸葛亮 中国其实有很多关于人和自然山水融合的杰作 亭台 楼阁 园林 城市 就是雏形 这是中国人基因里面有的东西 那今天 这是全国范围内高级的多的多的规划建设 比如实现双碳目标 那就需要新能源 还有绿色 低碳转型 光伏自杀等等 其实新增界别中间是蕴含了非常丰富的商机了 一看懂了就知道怎么去投资了 古代中国大户人家只讲究小院高墙内的私家美景 今天追求的是全体民众的生活体验 所以我认为呢 环境资源界别就是来干这个事的 以上是凤凰威视 杨晓峰发自北京的观察报道 新时代中阿战略伙伴关系 2023中国两会研讨会在埃及开罗举行 埃及观察人士预测 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将超过预期 中国军费增长远低于美国 英国 日本等许多国家 军费增长合情合理 当天来自阿蒙 埃及参议院 中国驻埃及使馆 中国外文局 以及巴林 突尼斯 约旦等国议会 政府机构 知库等50多人 以线上和线下的形式出席了研讨会 与会嘉宾对中国两会的顺利召开表示祝贺 并认为 中国二十大首届中阿峰会 以及2023中国两会 对中阿关系发展有着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在周年 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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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想要求 把中国政府的政府 和政府的政府 把中国政府的分析 提供的分析 到5.3% 但它们的分析 在约5% 我认为 中国政府会比较 这分析 可能会有 5.3%至5.5% 除此之外 中国的国防预算同比增长7.2% 也备受关注 侯赛因表示 中国幅员辽阔 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 人均国防预算远低于美国 英国 日本等许多国家 而且预算中相当一部分 用于防御性武器系统的研发 合情合理 富凰卫视张鹤阿雅 埃及开罗报道 欢迎回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在8号访问乌克兰 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 讨论延长黑海港口农产品外孕协议 那么另外一方面 东部重任巴赫木特持续激战当中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就承认 巴赫木特可能会在几天之内失守 而俄罗斯共用兵瓦格纳创始人 普里哥任8号表示 瓦格纳集群已经控制 巴赫木特45%至50%的区域 市区的东部基本已被控制 而乌军总司令扎鲁瑞内表示 乌军在巴赫木特阵地将会继续加固 防御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 目前已经有部分战略预备队 被派往巴赫木特北线 星期三 乌克兰军队在巴赫木特北线的克里斯赫期耶夫卡和克拉斯诺耶方向进行了反击 双方在公路接触线进行了激烈的搏火 乌克兰军方将瓦格纳突击部队推回到了出发的阵地 尽管这个区域遭到了俄军炮火的封锁 但是在晚间 乌军也将部分的挤氧运入巴赫木特的城区 乌克兰军队继续在恰索夫亚尔建立起自己的储备仓库 瓦格纳创始人普里格任在当天的电报频道上写道 到3月8号的晚上 巴赫木特有45%至52%的城区 处于瓦格纳突击队的控制之下 当天 瓦格纳还宣布控制了整个巴赫木特卡和东部的地区 乌克兰部队也正在从城区转移到阿尔特米夫斯克的西部 当天的战斗还在巴赫木特城区南郊独立街附近 以及西南的合作社和米格17地标区附近继续进行之中 与此同时 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前线指挥部 在不断受到炮击和空袭的态势下 继续沿着巴赫木特向城外撤退的土路 并进行部分的撤军 乌克兰军队在巴赫木特的外围的 伯格丹诺夫卡 克拉斯诺耶 以及赫罗莫沃等地 乌克兰武装部队尝试着继续反击 以维持从巴赫木特到恰索夫亚尔和康斯坦地诺夫卡的 机动撤退的走廊 在这个方向上的两个定居点 乌军也正在部署着新的真援部队 加强防御的攻势 守城乌军部队也继续在城区废墟上 继继进行抵抗 为乌军撤退的部队 构筑新的防线 并争取到防御的时间 在巴赫木特的市区 瓦格纳突击群正在向市区的北部 东部和南部继续进军 乌克兰总统哲林斯基强调 乌克兰武装部队从巴赫木特撤军 这对乌克兰来说充满着挑战 据他介绍 在这种态势下 俄罗斯军队将开辟通往 敦巴斯其他大城市的道路 这也是乌克兰当局继续决定 保卫巴赫木特的原因之一 乌军的总司令瓦里尼·扎鲁日内也强调 乌军在巴赫木特的阵地将继续得到加强 防御的行动也将继续进行之中 目前正在发生激烈战斗的巴赫木特 具有更多的象征性意义 而不是战略的意义 富豪卫视卢语光 哲尼亚 莫斯科报道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号的报道 美国官员所获得的最新情报显示 北溪管道是由亲乌克兰团体策划炸毁的 另外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就表示 3月份会推动阿里会投票表决 就北溪管道爆炸案展开调查 8日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表示 一份经过美国官员审查过的情报显示 北溪管道是由亲乌克兰的团体策划炸毁的 在去年9月 这个团体破坏了俄罗斯输送至欧洲的天然气管道 并损害了俄罗斯的重要收入来源 不过报道也表示 美国情报部的另一份消息来源称 尽管获得了相关情报 但美国政府仍未确定这次袭击的罪魁祸首 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 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乌克兰领导层 知晓或是参与了管道的破坏活动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于今年2月曾在阿里会散发过一份决议草案 这份草案要求联合国秘书长 对北溪管道爆炸的事件开展独立调查 并对责任人进行问责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波里扬斯基表示 俄罗斯计划在3月推动阿里会 就这份决议进行投票表决 此前俄方曾在安理会指责美方拒绝救草案进行磋商 也对草案的投票表现出了消极态度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甚至未出席安理会 讨论北溪管道案件的会议 此前丹麦 瑞典 德国均就北溪管道爆炸案开展过调查 并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了调查结果 结果显示调查人无法确定谁是实施者和责任人 不过调查人员预估 炸毁管道至少使用了1000磅的军用级炸药 凤华卫视 陈寅谦 江广复 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针对美国媒体报道 去年北溪管道预袭事件是一个亲乌克兰组织所为 俄方回应指出 相关报道是媒体为了转移注意力而做的协调努力 乌克兰国防部长则是强调称 乌克兰政府与袭击事件无关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表示 有关北溪管道预袭事件的报道 是媒体为了帮袭击真正的发起者 转移注意力而进行的配合爆料 佩斯科夫表示 相关报道不只是奇怪 更能从中秀出这是一场可怕的犯罪 俄方对美国官员不经调查 就对北溪恐袭事件做出某种揣测感到困惑 另外 俄方还在数日前接到丹麦和瑞典方面的消息 俄方仍然未被允许参与北溪事件的调查 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同一天回应强调 乌克兰政府没有参与北溪管道袭击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则指 不要过早指责任何一方 因为这很可能是为了嫁祸给乌克兰而策划的栽赃行动 德国政府发言人也表示 北溪管道爆炸事件仍在调查中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就表示 目前还无法确定袭击北溪管道的幕后黑手 他指出调查仍在进行之中 应该等到调查结果出炉 再来讨论幕后黑手是谁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德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在1月份搜查了一艘 涉嫌携带爆炸物在去年9月份 破坏北溪1号和2号天然气管道的船只 德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一份声明称 办公室在1月18日至20日 对一艘可疑的租赁船只进行了搜查 并表示当局正在对查获得物品和痕迹进行评估 袭击者的身份和动机是继续调查的主题 检察官办公室强调 目前尚未掌握可靠证据 特别是在国家操控袭击的问题上 但租赁公司的员工没有任何嫌疑 德国公共广播联盟报道 可疑船只于2022年9月6日离开波罗的海罗斯托克港口 船上共载有6人 包括一名船长 两名潜水员 两名助理潜水员 以及一名医生 并补充说 租用者使用了专业伪造的护照 所以尚未识别6人的真实国籍 此外 调查人员拼凑出了船只的航行路线 在2022年9月6日离开罗斯托克港口后 船只于次日在德国维克 以及丹麦伯恩霍尔姆州东北部的克里斯蒂安岛再次出现 调查人员还在船舱桌子上发现了爆炸物痕迹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当发生战争时 由于男性参军 社会知识结构遭到破坏 大量无偿劳动增加 女性也需要承担起相当大的责任 而在当下的乌克兰 我们也可以看到 乌克兰女性在这场斗争当中 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 41岁的露斯亚 自2022年战争全面爆发以来 就和她的女性朋友们一起为前线输送物资 包括食品 药品和军需物资等 至今为止 他们已经输送了数辆卡车的货物 露斯亚和她的朋友们 也亲手制作便于储存的食物 比如肉干和蜜饯等 一位组织成员表示 在炮火之下 他们亲自把这些东西送到士兵的手里 是在向前线的士兵们表示 他们并没有被遗忘 整个乌克兰人民都站在他们的身后 我是Iryna Andrushenka 从Odyssa 我为主书是为主书的团队 是为主书的团队 是为主书的团队 初书的团队 我们背后有只有8个团队 路斯雅24岁的儿子在巴赫木特前线打仗 在前几天失去了音讯 就在发稿前 我们刚刚得知 他的儿子已经永远地长命在了战场上 我说的,就这样 我说的 我说的,说的,说的 他,说的,说的,说的 他他唯一的孙子 他最初的想象,说的,说的,说的,说是一个人 他从来没有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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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的 可能,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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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能够过的一个人 凤凰卫视孙谦 萨米乌克兰奥德萨巴赫木特报道 美国有线电视新网CNN 在8号所播出的专访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的片段当中 就美国政院议长麦卡锡 此前批评对于乌克兰的援助 如同是开出空白支票 对此事对泽连斯基进行了提问 而泽连斯基就此表示 麦卡锡需要亲身前往乌克兰 实地了解当地情况 但是麦卡锡却回应称 自己没有访问乌克兰的计划 在专访当中 泽连斯基对美国两党 对乌克兰的支持表示了感谢 并提到此前与共和党代表 在乌克兰的表面 强调他们表明了 对乌克兰的高度支持 但是重新执掌 众议院的共和党内部 对是否进一步 在军事和资金上援助乌克兰 存在着分歧 麦卡锡也曾经在采访当中说 虽然自己支持乌克兰 但是美国已经投注了1000亿美元 他不支持任何开出空白支票的做法 美国在8号发布了一份授权令 扣押俄罗斯石油贸易公司 所拥有的一架价值超过 2500万美元的波音飞机 美国司法部在8号发布声明指出 根据出口管制改革法 和对俄罗斯的制裁规定 纽约东区地方法院授权 扣押俄罗斯石油贸易公司 一架违规的波音飞机 那声明称 根据2022年2月份所实行的 出口管制措施 美国制造的飞机不得再次进入到俄罗斯 而设施飞机在此后 往返俄罗斯至少7次 违反了联邦法律 俄罗斯石油贸易公司 是俄罗斯第二大的国有企业 其总裁谢钦 位置是俄总统普京的亲信 长期负责能源相关工作 谢钦也在美国的制裁之列 再来请关注亚太股市 亚太区股市今天是个别发展 日本股市午后上升超过0.5% 触及六个半月的高位 而台湾股市则是在平盘下方徘徊 内地胡申两市小幅高开 随后震荡走弱 来看一下具体数字 互指在中午报3273点 下跌10点 跌幅0.31% 半日成交1975亿元人民币 深城指在中午报 11,577点 下跌20点 跌幅0.17% 半日成交2605亿元人民币 香港股市方面 横指高开了31点 随后走出了好弹争执的格局 那横指在中午报2097点 上升45点 升幅0.23% 八日成交531亿港元 内地二月份通胀回落 当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按年升幅收窄至1% 创下了一年新低 国家统计局指出 二月份CPI涨幅收窄 主要是受到了春节错月 去年同期对比基数的较高影响 那么另外反映上游成本的 工程工业生产者 出了一个指数 PPI跌幅更是扩大到了1.4% 创下27个月的新低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 二月份军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按年上升1% 涨幅比一月份回落1.1个百分点 创一年以来新低 当中食品价格按年上升2.6% 备受关注的猪肉价格升幅为3.9% 升幅比一月份回落7.9个百分点 鲜菜和水产品价格游升转降 非食品价格则上升0.6% 当中飞机票价格上升接近两成 但涨幅比一月份显著回落 能源价格涨幅收窄2.4个百分点到0.6% 国家统计局指 二月份CPI涨幅收窄 主要是受到春节错月 去年同期对比基数较高影响 而在1%的涨幅之中 新涨价的影响大约为0.3个百分点 至于反映上游物价通胀的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指数PPI 按年下跌1.4% 是连续第五个月处于下跌区域 并创2020年11月以来的最大单月跌幅 主要是受到去年同期石油等行业 对比基数走高影响 调查的40个工业行业大类之中 价格下降的有17个 比一月份的调查增加了两个 当中黑色金属冶炼和炎压加工业的降幅超过一成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价格也游升转跌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为了推动香港的中医服务发展 民建联在9号发布了中医药发展政策倡议书 建议特区政府应该为香港中医服务发展确立愿景和定位 制定长期发展策略加强中医和社区的联系 我们见到在过去三年中医药在抗击新冠疫情的成效是非常显著 大家都见到 也都是证明到我们中医药在疾病的防治 和服务方面是起到卓越的成果的 而且在长期我们那个中医药是缺乏了一个中医药的蓝图 也都缺乏了高层次组织去推动整个中医业界的发展 以至这段时间香港的中医发展是受到很多的制找 也都是未能完全发挥中医药所长 我们倡议书里面是深入探讨了香港中医服务的现况和问题 也都指出中医服务发展对社会带来的好处 民间联一共提出了17项倡议 包括推动中医的专科发展 推动中医药产业化 发展公营中医服务 以及善用中医中药人才等 倡议书中提到建议特区政府为中医人才设立中医师法定注册制度 接下来带大家去看花 因为眼下香港春意正农是赏花的好时节 2023年香港花卉展览明天就会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开幕了 所以马上连线正在维员现场的记者赵龙 带大家先读为快 赵龙中好 赶紧我们介绍一下今年香港的花卉展览都有哪些特色呢 你好赵龙 好的主播 相信大家通过我身后的环境是已经可以提前感受到今年香港花卉展这个氛围了 那么在我身边通过这个巨大的拱门望过去之后呢是一片巨大的花海 可以说是春色满园赏心悦目 这个香港花卉展之前因为疫情的关系已经连续三年的停办 那么今年再度在线下进行实体的展示 对于香港市民和尤其是喜欢花的市民而言 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喜讯 这也算是香港社会全面赴场之后又一个重大的文化活动 那么和此前一样这次的活动同样是由香港的抗文术举办 吸引了众多来自香港内地甚至是海外的机构参战 主要是致力于推广这个园艺和绿化意识 同时也为这个香港市民以及世界各地的园艺爱好者 提供一个赏花和交流重化经验的机会 那么今年的花展呢将会在10号到19号这个维多利亚公园举行 也就是说从明天开始我们香港市民就可以来到这里一保眼福了 那么而且啊这个票价呢也是相当的亲民 普通票价只要14港币 那么学生和老人的优惠票价呢则是只要7港币 那么相信在明天开放之后应该是有大批的市民和游客 前来打卡我们也十分期待的 那么说到今年的主题呢是以花形娇美色彩这个灿烂的绣球花为主题 那么它的花期呢一般是在每年的3月到5月 可以说是正式赏花好时节 那么绣球花的花语呢则是由希望忠贞永恒美满和团聚之意 所以今年的花展的主题呢也叫秀丽绽放幸福满载 所以现在在会场四周其实已经是随处可见各种印有绣球花的海报 可以说是十分的喜庆了 那么在这个展览之外 其实走进这个会场还有很多摊位 可以同时看到有各种各样的丰富的寓教娱乐活动 比如说有一些儿童的绘画比赛 摄影比赛还有一些花语展示等等 所以说活动可以相当是丰富了 所以说是有兴趣的市民和游客 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来这边欣赏春天美景的一个好机会 那么以上就是关于香港花会展的最新的消息 现在就把时间交换给主播 好谢谢赵龙为我们带来的报道 随着新冠疫情缓和民众往返两岸的需求也是大增 那厦门航空近日就恢复了高雄航线 打击乘客表示南台湾的民众要去大陆 可以不用在北上打击 省去了舟车劳顿之苦 那么另外中华航空也在本月陆续的会增加两岸航班 厦门航空班机飞抵南台湾的高雄机场 这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时隔三年第一个赴飞高雄航线的大陆航空公司 乘客显得兴奋 疫情爆发后两岸直航航点 由原来的61个大幅减少到目前的4个 分别是北京 上海 厦门和成都 台商呼吁台湾方面扩增航点 让民众往返两岸更便利 像我们去年订回台湾的话 三个月都订不到票 再慢慢慢慢逐渐的好转 那更希望是下次能够 把就是恢复到原来的60几个城市的直飞 那是大陆就更好了 直接飞直飞会比较快 像南京也最好也开一下 南京 重庆 长沙等等 中华航空因应市场需求 逐步增加两岸的航班 从本月26号开始 台湾往返上海的航班 将增加为每周26个班次 往返厦门的航班 每周有10个班次 都恢复到疫情水准 凤凰维持兰金土 柯志强 台北报道 台湾多个黑社会帮派 近日接连在高级酒店举办春酒 比拼排场炫富 引发舆论批评太过嚣张 因此台湾北部多个县市警方 8号深夜同步出击 针对黑帮聚集的特种营业场所 进行扩大零检 要重挫其眼 台湾北部多个县市警方联手 同步大规模针对黑帮经常聚集的夜店 俱乐部等特种营业场所 执行扩大零检 警方全服武装在每个通道站岗一一清查现场人员身份 警方公开表示针对的就是日益嚣张的黑帮分子 台湾近日多个黑帮组织接连在知名酒店 砸重金举办春酒 宴请帮派成员 为壮大声势 现场停满各式豪华轿车 还聘雇了上百名的女士迎兵招待 比拼排场 争相炫富 公然挑战社会底线 连立法委员都直呼黑道太嚣张 这种画面我们老百姓看了会怎么想 这种画面年轻人看了会怎么想 那谁当警察 大家当黑道 是吧 这样的黑道分子 可以这样的嚣张 可以说什么 香车美人 然后这样高调的办这种春酒 他们的金流来源呢 警方承诺会持续强力执法 嚇阻黑帮压制气焰 绝不容许帮派分子借机壮大声势 一定会展现警方维护治安的决心 凤凰卫视 黄家腾林博军 台会报道 好 来关注更多消息 根据韩联社的报道 在日朝鲜总联机关报 朝鲜新报 在9号就发文 批评韩国政府日前所发布的 二战强征劳工索赔案 代偿方案 而朝鲜的官方媒体 尚未就此发表评论 文章批评称 韩方无视强征劳工受害者的要求 不仅蹂躏他们的尊严 还对日本为其加害行为 负有责任的事实视而不见 甚至将日本政府所谓的 殖民统治合法的说法正当化 韩方的举措激起了强烈的反对舆论 文章称韩国最高法院在2018年 裁决涉案的日本企业 应该对受害者予以赔偿 但是以需业政府却做出了推翻裁决的决定 韩国外交部长官朴振在6号举行设论会 公布了政府所确定的 暂时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索赔问题的解决方案 那核心内容是第三方代赔 也就是由韩国行政安全部下属的财团 来筹措资金 代替涉案的日本企业来支付赔偿金 韩国政府6号发布的 劳工受害者代偿方案 引发了国内舆论持续反弹 有中国内地学者认为 尹西岳政府是在豪赌 并且赌局很可能不会赢 并且指出 美日韩之间的合作 设有假想敌并不光明 会导致地区分裂 显而易见 这个尹西岳政府是在豪赌 是在冒险 他是寄希望于这个政策出台之后 能够得到的日方的一个回报 得到美日韩三面合作 能够产生一个红利 但实际上能不能实现这样一个后果 是打个问号的 否则的话一旦不能实现 他必然遭到国内更强烈的一个反对 尽管代偿方案受到韩国国内的舆论抨击 但却得到美国总统拜登的胜赞 他表示这为韩日合作伙伴关系 开启新篇章 王俊生就说韩日关系正常化 对美国印太战略更加有利 美国自然欢迎 但三方加强外交配合 实际上是在针对中国 朝鲜半岛是东北亚地区局势最敏感的地带 各国关系走向牵移发而动全身 王俊生说韩日改善关系增强了美日韩同盟 但是三边的合作设有假想敌并不光明 这或许会加大地区出现阵营对抗和冷战格局的可能性 三方它实际上是针对洞朝鲜 所以我们有想像 三方加强这个合作它不是说包容性的 它是拍他性的 它必然会导致该地区我们说出现两个阵营 它当然不利于香港问题的解决 凤凰卫视 孙伟健 徐一轩 北京报道 在哥鲁吉亚首都蒂比利斯 8号继续有大批的民众上街示威 抗议外国代理人法草案压制媒体自由 那示威者和警方之后发生冲突 直到9号的凌晨冲突还在持续 目前已经有超过70人被拘捕 9号清晨6点 示威活动已经持续了一整夜 示威者仍然没有散去 他们在道路上点燃杂物 制造路障并高喊口号 持续与警方对峙 防暴警察共用催泪瓦斯 试图驱散人群 头戴防毒面具的示威者 则将催泪弹投掷回警方阵营 这样的场景也在凌晨时分 多次在地比利斯的街头上演 也有示威者选择无视在身边正在扩散的催泪烟雾 手举国旗和标语向当局展示抵抗的决心 有示威者被多名防暴警察带走 稍早前大批民众聚集在格鲁吉亚议会大楼前抗议 抗议活动之后逐渐演变成冲突 示威者试图拆走路障 警察从议会窗口发射水炮 现场场面混乱 警方及示威者都有人受伤 内政部表示出动防暴警察 是由于激进团体的行动变得暴力 8号数以万计民众连续第二天 在地比利斯市中心游行示威 抗议政府提出的外国代理人法案 示威者批评法案是仿效俄罗斯 在2012年通过的一项法律 来打压不同政见 并扼杀媒体自由和公民自由 可能损害格鲁吉亚加入欧盟 根据政府提出的外国代理人法案 所有从海外获得超过两成资金的组织 都必须注册为外国代理人 否则将面临巨额罚款 草案在一读以76对13票过关 预料可在二读及三读后通过 格鲁吉亚总理加里巴士维利 表明支持法案 称它符合欧洲和全球标准 总统佐拉比什维利早前则称 会站在抗议者一边 如果法案获得通过 会动用否决权 美国和欧盟警告格鲁吉亚 如果通过这项法律 将损害其加入欧盟和北约的前景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还要继续关注到的是 法国工会发起的反退休改革法案罢工 8号持续进行多个行业的运转收阻 在国际妇女节这一天 法国重工会 社会组织等 也呼吁举行捍卫妇女权利的罢工活动 而法国政府发言人表示 政府始终保持着开放的态度 并且渴望展开对话 但同时议会有充分的合法性 对反退休改革法案进行审议 也有责任如期推进法案的通过 为抗议法国政府提高退休年龄 法国各大工会在全国范围内 发起的跨行业罢工行动 8日继续进行 公共交通 教育 炼油等多个行业的 正常运转再次受到影响 在乐阿福尔市 大批货车公园封锁了 道达尔炼油厂及工业区的通行入口 响应工会发起的封锁港口行动 在里尔第二大学 学生用垃圾桶等障碍物 阻挡校门 以表达对罢工抗议行动的支持 发生意证据行动 冲耳不闻 警告当局不要强行通过法案 否则只会点燃活摇筒 方卫视里莫莫也 法国巴黎报道 美国司法部长加兰8号表示 在调查肯塔吉州路易斯维尔 一名黑人女子 被白人警员开枪致死案时发现 当地警方有侵犯宪法权利 和歧视黑人社区的行为 和LMPD engaged in a pattern or practice of conduct that violates the first and fourth amendments of the Constitution insulted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nd called black people monkeys, animal, and boy this conduct is unacceptable it is heartbreaking it erodes the community trust necessary for effective policing and it is an affront to the vast majority of officers who put their lives on the line every day to serve Louisville with honor 美国司法部表示 在调查2020年 黑人女子泰勒被杀案后证实 当地的警方经常歧视黑人居民 故度使用武力 以及以非法方式进行搜查 除了违反宪法 也违反了1964年 民权法案第六条 安全街道法案 以及美国残疾人法案等 美国犹他州一名男子 在1号驾车时被警察拦下 但是拒绝出示驾照和服从命令 遭到5名警察连环射击之后死亡 当地警方在8号公布了 执法记录仪所拍摄的视频 表示警察是在男子伸手 拿枪之后才开火的 视频显示 这名25岁男子驾驶着一辆蓝色宝马 警察最初是因其持有非法车牌 将其拦下 而男子质疑警察将他拦下的权力 拒绝按要求离开车辆 而警察请求支援 并且表示要将其拘留 还威胁要打破车窗 把他拉出来 而男子一手拿着手机录影 另一手则是把像是臀部的一个皮套移动 警察接着大喊 有枪 开始向车内射击 警察在射击数秒之后 大喊停火 而这名男子没有还击 警方后来在车内发现了一把手枪 而男子的家属则严厉批评警方做法 质疑警察请求援助的决定 和开枪的数量 称事件是残忍的谋杀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五千专利 再会 再会